聚焦今日事实 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子萱 今天是2月15日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时间2月15日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火车脱轨 并导致有毒物质泄漏事件将近两周之后 当地部分居民仍然拒绝返回家园 根据报道 当地时间2月3日 一列再有危险物质的火车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地区附近出轨 引发了一场燃烧了数天的大火 并促使当地居民紧急疏散 而在相关人员现场引爆并释放出绿蚁烯之后 这种气味在该地区一直持续了将近两周时间 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消防队长当时表示 在空气和水样结果测试显示安全之后 地方官员取消了禁止进入该地区的命令 尽管两周的州长都表示 空气质量样本低于安全筛选水平 但同时也建议居民选择使用瓶装水 并提供免费水井测试 随着疏散令的撤销 东巴勒斯坦的许多居民仍然拒绝返回家园 因为他们担心该地区的水、空气、土壤和地表 无法免受货运失事事故的影响 有居民表示 回家之后出现头疼、恶心等症状 对此 俄亥俄州卫生主任布鲁斯·范德霍夫博士表示 根据得到的数据 空气质量并不是脱轨区内和周围人们头疼和喉咙疼 或者猫和鸡等动物死亡的原因 至于气味 俄亥俄州环保局发言人詹姆斯里表示 该地区和数十英里外的居民 可能会闻到来自现场燃烧后的气味 这是因为所涉及的一些物质的气味预知很低 但人们闻到的这些污染物的浓度 可能远低于被认为有害的浓度 根据报道 俄亥俄州环境保护局确信污染物已被控制 该机构地表水部门负责人蒂弗尼·卡瓦来克表示 在火车出轨附近的下坡水道中都没有检测到绿乙烯 但是估计有12个物种的3500条鱼 死于脱轨和有毒物质泄漏 美国时间2月15日 根据美联社报道 密歇根当地警方表示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杀死了3名学生 并且打伤了另外5人的43岁枪手安东尼·麦克雷 与校园没有明显的联系 警方正在寻找枪击的动机 当天 部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州议会大厦前抗议枪支问题 根据了解 调查人员正在查明枪手麦克雷为何在周一晚上在学校内开枪行凶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区枪击案五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与此同时 新泽西州游阴镇的一个学区在枪击案发生之后的一天关闭 原因是调查人员表示 多年前住在该地区的麦克雷口袋里有一张纸条 表明那里的学校受到威胁 但是当地警方后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确定没有可信的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 从周三下午1点30分开始 官员们将与密歇根州立大学警方合作 帮助学生和社区成员找到他们在枪击事件中 可能遗弃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工会的物品 受害者专家也会举行见面会 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北部边缘的一个古老的建筑区域 该校园是美国最大的校园之一 占地5200英亩 密歇根州立大学有大约5万名学生 其中19000名住在校内 周一晚上数百名警察搜查了校内 2023年至今为止 已有数十人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根据调查数据 2022年美国发生了6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时间2月15日 根据美联社报道 国会预算办公室周三表示 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停滞不前 失业率将跃升至5.1% 根据报道 更新后的10年预算和经济展望 改述了对来年的严峻预期 因为高利率和通货膨胀虽然有所缓和 但仍将继续影响美国家庭和企业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2023年将仅增加10万8千个工作岗位 但雇主仅在1月份就增加了51万7千个工作岗位 同时还假设 今年通胀将从6.4%降至4.8% 这比美联储官员在12月份的预期更为悲观 向国会提供预算和经济问题独立分析的 无党派组织表示 如果今年申报季的税收收入低于估计数额 美国可能会在7月之前达到法定债务上限 到2033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税收收入相对于支出的年度缺口将超过2.85万亿美元 是2022年赤字的两倍多 到2022年公共持有的债务大致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但将攀升至118% 该办公室表示 债务与GDP之比上升的最大驱动因素是利息成本增加 以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今年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是美联储采取的行动 美国中央银行一直试图通过提高基准利率来降低通货膨胀 本月早些时候 美联储将关键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 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第八字架息 美国时间2月15日 根据ABC新闻报道 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当天证实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压力之下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天发表演讲 以解决中国气球和其他三个被击落物体的问题 根据报道 目前白宫正在讨论 拜登启程前往波兰之前的几天发表气球言论的可能性 拜登计划于2月20日启程前往波兰 在此期间他将纪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 拜登目前尚未就2月4日中国气球被击落 以及上周末在北美领空被击落的三个不明物体发表广泛评论 但两党议员都敦促拜登更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塞尔 在周二的机密简报会之后表示 美国人民需要也应该知道更多 这样他们才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更有信心 拜登首次公开评论中国气球是在气球被击落的当天 当时他在任务开始前几个小时告诉记者 我们会处理好它 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大西洋上空被击落之后 拜登告诉记者他命令五角大楼尽快击落气球 并称赞了执行行动的飞行员 在上周接受采访时 拜登表示气球不是重大违规行为 但违反了国际法和美国领空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表示 拜登已任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监督一项机构间审查 以研究对检测、分析和处置不明飞行物的更广泛的政策影响 这些飞行物可能构成安全或者安全风险 该审查预计将在本周末完成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月15日表示 美国财政部将在7月到9月之间的某一天耗尽其所有支付账单的能力 除非提高或暂停目前31.4万亿美元的借单上限 在与年度预算展望一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说 一般来说 每年4月份为美国人提交年度所得税申报表的月份 如果其收入落后于预算 历史性的联邦债务违约可能会在7月份之前发生 即将到来的收入加上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的表现 使得政府官员很难预测确切的违约日期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 如果在非常措施用尽之前不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 政府将无法全额支付其债务 或者政府将不得不推迟支付某些活动的费用 或两者兼而有之 此外 2024年到2033年 美国年度预算赤字平均将达到2万亿美元 这一预测可能会再次激起共和党削减开支的要求 与此同时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今年的失业率为4.7% 远高于目前的3.4% 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菲利普斯瓦格尔 深刻分析了近期支出产生的影响 包括对清洁能源和半导体投资 更高的军费开支 以及医疗保健 养老金等等 从长远来看 我们的预测表明 必须改变财政政策 以解决利息成本上升的问题 目前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希望 民主党在大幅削减开支之前 不要提高债务上限 而民主党则认为 债务上限不应受制于共和党 在联邦支出方面的策略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 于2月15日向共和党支持者们发表讲话 这是海利宣布将参加2024年 美国总统角逐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其支持者表示 是时候让新的政党领导人 取代唐纳德·特朗普了 海利是第二位在共和党支持下 将于2024年挑战民主党总统乔·拜登连任的候选人 海利于2月14日在推特上宣布参选 并发布了一段视频 该视频被外界认为是对特朗普的嘲讽 因为一些共和党成员认为 11月的中期选举表现令人失望 来自芒特·普莱森特的海利支持者 但科克伦跟记者表示 我一直是尼基·海利的忠实粉丝 所以即使在她担任州长期间 我也很欣赏她在联合国时所做的工作 我相信她是对的 海利2月15日也获得南卡罗莱纳州 著名共和党人拉尔夫·诺曼的支持 诺曼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曾经是她坚定的支持者 诺曼在推特上写道 现在是全国共和党政治重启和翻开新篇章的时候了 没有比我们的前州长更好的人选 来帮助书写新篇章了 然而海利目前的处境不容乐观 2月14日公布的路透社 易普索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4%的注册共和党人支持海利 而特朗普获得了43%共和党人的支持 另外31%的人表示 他们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如果海利当选 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也是第一位印度裔美国总统 2月15日 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佩顿·金德伦 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金德伦在去年纽约西部杂货店发生的 一起枪击事件中 直接导致10名非裔死亡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 一名男子猛扑过去在金德伦身上 导致听证会一度中断 19岁的佩顿·金德伦承认了 5月14日水牛长枪击事件中 包括谋杀和仇恨恐怖主义在内的15项州指控 伊利县法院法官苏珊·伊根宣布了判决 在庭审过程中 一名男子冲向金德伦导致听证会短暂停止 当时金德伦和他的律师坐在法庭的一张桌子旁 该案遇害人之一的亲属巴巴拉·梅西女士 刚刚发表了受害人影响陈述 当梅西对着金德伦吼叫时 这名男子把梅西推到了一边 在警察和律师抓住他之前朝金德伦跑去 最终该男子被警察包围控制 金德伦被短暂带出法庭 该男子的身份尚不清楚 听证会在片刻之后继续进行 据悉 虽然纽约州已不再使用死刑 但如果金德伦拒不认罪 他仍可能被判处死刑 袭击发生时 金德伦年仅18岁 当局表示 金德伦在杀戮开始之前 在网上发布了一篇种族主义文章 详细描述了他从其他出于种族动机 大规模杀戮中得到的灵感 在5月14日下午2点半左右 枪手佩顿金德伦来到水牛城的一家超市 超市所在地是一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 金德伦身穿防弹衣和军用级头盔 并且携带一个头盔式摄影机 在枪击过程中使用Twitch进行现场直播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美国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